前几天石家庄解封的消息冲上了热搜 11月19号石家庄的各大高校却连夜发布通知 说提前放假了 20号深夜又发布消息说石家庄要静默5天 有人就给这一番操作做了一下总结 说是石家庄解封第一天 第二天市民满怀信心要大看一场 解封第三天路上车水马龙热热闹闹 解封第四天开始偷偷摸摸的做核酸了 防疫政策也受到了批评 解封第五天有很多店铺又关门了 解封第六天所有的高校放假回家 解封第七天停止堂食 解封第八天也就是2022年的11月21号 到11月25日要全民管控 每天核酸要五天 中共卫健委11月11号发布了20条之后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喊话说 坚持外方输入内方反弹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11月13号石家庄就宣布说要严格执行这20条优化措施 取消部分防疫政策一度被外界怀疑是被列为了躺平的试点城市 石近平最近是一直在外面开会11月19号下午从泰国启程返回中国 可是就在20号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就再度升温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也发文重申坚持动态清零 喊出了坚持动态清零方针不动摇不走样的口号 石家庄呢也是在20号深夜就通告广大的市民说要严厉封控 网友就嘲讽说石家庄的7日违新已失败告终 深夜时分执行优化防疫20条力度最大的石家庄 发布通告说鉴于当前该是防疫防控形势和病毒变异的新特点 为了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决定在11月21日零时起 至25号24点在乔西区长安区 一华区新华区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开展全员核酸筛查 政策反反复复让人摸不着头脑 尤其是在石家庄躺平之后 官方给的日增新感染的病例数是直线下降啊 有媒体竟然报道说这个数字是下降了80% 解封之后感染人数直线下降 为什么现在又要继续封呢 这不是解封就可以完全达到清零的目的了吗 另外学生在被封控期间呢 竟然传出消息说有大学生因为头疼 想要吃点止疼片 却被校医给了两种不知名 不知道什么样的药 这个药呢还是个三无产品 或者是说很多个无的一个产品 没有厂家 没有生产日期 没有动应证 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 根据这名同学传出的截图可以看出 这个药说是治疗新冠的一个药 主要是给了这个学生 是还让这个学生去添问卷调查 所以这个学生就有点困惑和着急了 就不敢吃了 然后很多人就跟帖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药呢 而且给这个学生的是两瓶药 一瓶呢是带一点颜色 一瓶是没有颜色 是白色的 结果带颜色的这瓶药被人给扒出来 说是叫做奈马特伪片 这个奈马特伪片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 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 有人就给找到说 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治疗药物 主要用于治疗常人伴有进展为重症高风险因素的轻质中度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比如说伴有高龄慢性肾脏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炎等重症高风险因素的患者 患者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严格按照说明书用药 也有人说或者这个药其实是一种没有上市的实验药 两种颜色 一个是药 一个是安慰剂 在新药上市之前呢 一般都要进行一个双盲实验 就是不管是医生还是这个被实验的对象 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是药 哪一个是安慰剂 看安慰剂和药物被人服用之后 有什么差别 不过参加药物实验是一项非常严谨的科学实验 怎么可能在人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这么随随便便当做止疼片给人家吃了呢 后来呢 还真有人晒出了这个关于这个药的知情同意书 在这份知情同意书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药其实就是奈马特伪片 这些人必须是要五天之内感染过新型冠状病毒 年龄在18到75岁之间 也真不知道中国的这些大夫 还有这些防控的专家到底是怎么搞的 就这样把一个就到现在为止 也不知道这个药到底是一个实验药 还是一个已经知道的这个奈马特伪片 关于石家庄最近可真的说是闹得非常热闹 网上流传出的关于国家卫健委的新闻稿 可以说是对石家庄进行了批头盖脸的严厉批评 关于石家庄的防控形势 国家卫健委给的意见与建议是 11月18日国家卫健委督导组前往河北省会石家庄 对石家庄近期的防疫落实情况开展调研 调研中发现石家庄政府以防疫主要责任单位 在没有达到精确防疫的基础上 盲目执行卫健委最新防疫规划规定 对已封控的部分区域一刀切直接解封 缺乏对疫情防控的科学判断 缺乏对中央意见的充分理解 导致石家庄疫情更加严峻 严重曲解了中央对疫情防控的指导思想 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央最新疫情防控政策怨声载道 都道组已向石家庄市委市政府 以及防疫主管部门严正提出工作中的失误 并责令立即科学分析当前石家庄疫情形势 做出科学合理符合民情的防疫调控措施 18号工作组就已经前往石家庄了 石家庄却硬生生的给拖了两天 20号深夜才下发通知说要封城 在这之前的19号还提前通知学生 要提前放假回家 那么在工作组进驻石家庄之前 总不会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突然到了吧 石家庄的干部们难道就没有得到一点风声吗 中国人都知道枪打出头鸟 而这个石家庄却为什么要固执的剑走偏锋呢 这些当官的总不会是为了标新利益 吸引全国的眼球增加一些流量吧 也不知道石家庄是被谁受益要求他们做这个出头鸟 结果习主席刚刚回国 出头鸟就被打了 在这边的颗子里面 这边是被打托了 不打托的